和珅被抄家,空无一物,嘉庆亲自来抄,一堵墙背后的秘密。 很多人都喜欢历史,这也就使得更多的人都非常爱看和历史有关的一些影片。 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王刚老师扮演的和珅。 这可是让人们觉得印象深刻,王刚将属于和珅的那一份狡猾和贪婪演绎的出神入化, 这和小鲜肉们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早年间的和珅,一直都跟着乾隆混,而乾隆对和珅也是十分信任。 而据说在二人之间还有着一段故事,和珅常德和乾隆喜欢的一位妃子又非常相似。 并且恰巧这位妃子死的时候就是和珅的生辰。 在这里,大家或许会产生遐想,乾隆的那个妃子长得什么样呀。 粉膜和一个男人长得相似了。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,所以机缘巧合下,乾隆更是宠信和珅了。 而作为红人,和珅也是挖空了心思,想去迎合乾隆,因为讨得皇上的欢心。 才有自己的好果子吃。 而乾隆更是喜欢四处乱跑,每次在出去玩的时候排场都很大,所以和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,在让乾隆吃好玩好的同时,也拿到了不少的好处。 但是乾隆也不是什么傻皇帝,所以对于和珅贪钱这件事来说,乾隆那可是很明白。 不过乾隆并不想把和珅给干掉,因为和珅对于他来说,还是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的,怎么说。 虽然和珅贪钱,但是他却懂得乾隆的心思。 对于一个能够懂得皇帝心思的大臣来说,他的作用就是能够办好皇帝要求的每件事,所以乾隆用起来和珅,自然也是觉得非常顺手。 而在乾隆晚年,大清的国力衰退,乾隆主动将位置给了嘉庆,并且在暗中告诉嘉庆,如果在他死了之后,国库的钱不够了,就把和珅给抄了。 这样的做法不光不会伤到乾隆的颜面,并且也可以保留和珅的那一条性命,更何况和珅做官这么多年,不知道贪了多少钱,弄的这些钱一定可以补足国库。 不过嘉庆也莫有想到,在把和珅的家给抄了的时候并莫有并莫有发现什么奇怪之处,他家里面就只有那几万两的俸禄,和珅居然是一个潜潜尽尽的清官,这怎么可能。 别说诸位不信了,嘉庆更不信,于是他下令严查,自己还带着两位王爷亲自过去。 但刚开始也是一无所获,就在这个时候,却突然有个消息传来,说是和珅的家里面另有玄机,原来有人在搬箱子之时,不小心碰到了墙壁,才发现和珅的家里的墙全部都是空心的。 于是把大锤拿过来,照墙一砸,就在墙中发现了数不清的银子。 正是因为这个消息,嘉庆下令再重新搜查一遍,这一次搜查花了好几天时间,一共拿到了8亿两白银。 下部影片预告 世界上打仗最不要命的五个国家,中国名次惊人,第一名众望所归。 感谢你的观看。 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